歡迎繼續收看尚概關心電風的婚禮新聞 婚禮二輪的四季三季又到了 雖然三季時受到貨水影響四季修行的時間來演奧 三季也有來減少 但是在這農民的用心照顧一下 憑着一樣是維持到高資陣 因此二輪向公訴也選擇5月14日 在這二輪自供高菜市場基盤這四季節 但因為疫情關係現場沒有開放四季似乎 但是有安排其他表演過程 非常歡迎大家多多來支持李倫的四季 農民將一粒一粒採收好的四季 心裡爭想準備要來出火煩嗎 現在是有來把李倫向四季的三季 雖然今年稍微是受到貨水影響 能老到修身的時間 三郎也減少這麼多 不過在農民大家的努力照顧之下 市櫃的品質一樣是真好 溫度冷啊 還有火煮真的生三季 正常要生的時間生到三季 我們二輪的市櫃已經開始採收了 今年他們的火煮的關係 氣候的原因如果漏火煮 所以結果漏比較慢 所以說今年有稍微吸收 目前採收的品質非常好 年度差不多十二度左右 希望大家可以去過那裡 或是去菜市櫃來購買 你們最好吃的市櫃 賺到市櫃的三季 李倫香港所都會基盤 一年一度的市櫃這個活動 來提供行銷在地最好的市櫃 今年是五月十四號那天 在李倫祖宮歌菜市場來辦理 因為基金的關係 現場沒有開放給民眾吃市櫃 但是是有另外準備其他的表演活動 同時廣富野在那裡 基盤有一個市櫃的品感大會 歡迎大家來參觀 五月十四 我們有市櫃節 歡迎大家來這裡參觀 當然今年他們有很多 沒有打市櫃給吃 有很多的DIY 還有一些華東 沙丘步道的建築 讓大家共同來欣賞 來逗留 希望大家應該可以 來照顧農民 來鼓勵農民 這一兩年因為疫情的影響 所以遊客也不多 假如做好一些防禦措施 其實來我們市場這邊做選購 是相當安全的 歡迎消費者 可以直接到我們市場這邊 來採購西瓜 愛吃西瓜的鄉親 就要把這個時候 在五月十四號那天 來去祖宮歌菜市場選賣 最讚最好吃的李倫西瓜 記者庫遠心 蔡宏報道